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奢刀人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或许是一个陌生的称呼 但是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奢刀人可谓是 家喻户晓的 那么什么是奢刀人呢 传说中奢刀人挑着一扁担 走街串巷 售卖着他们的菜刀 但他们却和其他人不同 他的菜刀要比普通的 要贵上十倍之多 而且从来都不现在收钱 总会做一些预言 待预言实现后 才过来收钱 说到他们留下的神秘称语 基本上是无所不包 从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 再到未来的世道 什么都有 比如 小麦大米 涨到多少钱时 再回来收刀钱 还有 猪过千 牛过万 娶个媳妇十八万 等等这些 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普通人自然把这些当成玩笑 并没有深究 能够白得一把菜刀 又何乐而不为呢 先用着呗 但因为这些奢刀人的预言 准确率极高 他们所留下来的很多预言 大多数都变成了现实 因此 他们的言行后来 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清朝的书籍上 还记载着一位 光绪年间的奢刀人的预言 书中记载 这位奢刀人曾经说 如果小麦的价格 从当时的九十文钱一斤 跌到十九文钱 就回来收刀钱 大家听了以后都不相信 都奢了他的刀 等到光绪登基以后 开始变革新政 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真的就把小麦的价格 从九十文降到了十九文钱一斤 从这个时候开始 大家都觉得奢刀人很有来头 所以 也就记载在清朝的书籍上 在佛教看来 人善有良缘 人恶众生怨 人活在世 举头三尺有神明 是非公道在人心 人在做 天在看 人若欠你 天必还你 所有的衬语 都是因果的结局 人先种下了因 才有之后的果 台湾也曾出现过奢刀人 1975年4月 蒋介石在台湾去世 五个月后 台湾街头 突然出现一群农民搭扮的人 他们自称是奢刀人 他们经常是挑着一根扁担 两个筐 一只筐里是镰刀 白菜等日用品 另一个筐则是用青布造着 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啥 如果有人问 就说是磨刀石 也不多说一句 1977年在高雄 有位美国记者找到了一位奢刀人 想问他买把刀 奢刀人把刀给了美国记者 然后说 等到邓小平和你们的总统见面后 我再来找你收钱 这话让美国记者目瞪口呆 因为此时才1977年 邓小平是绝对不可能去美国的呀 没想到1979年 邓小平真的和卡特总统会面 当那位美国记者 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 突然就一阵鸡皮疙瘩 难道这瘦刀人是穿越来的 更令这位记者难以置信的是 当他再次来到高雄的时候 竟然又碰见了这个瘦刀人 并收了他的刀欠 然而近几年 瘦刀人居然又出现 他们回来了 这预示着什么呢 2019年的2月 一位射刀人出现在湖北黄岗地区 大别山脚下的一个村里 是一位看似50多岁的宗老年男子 他说 等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在家中 坐牢服刑 有门不能出 有路不让走的时候 他再来收钱 当时村里的人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一年多之后 大家都才明白过来 知道这射刀人 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到了2020年年底时 村里才想起去年射刀人的话 而这位射刀人最后 有没有再回到村里去收账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 竟有一位射刀人 留下了这么一句称语 有田无人种 有屋没人住 人将脱衣而行 兽将穿衣而行 这竟于《地母经》里面 对2021年所说的 人民留一半的预言 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地母经》指出 人民留一半 快活 好桑田 指向2021年 又会有很多原因 导致人员的死亡 而活下来的 则将进入一个 崭新且好的开始 如按《地母经》所言 2021年 是2020年的恢复期 气候粮食都还不错 但依然会指向 大量人员的死亡 那么这里 指向的是战争吗 如果说《地母经》 是按60年一甲子来循环的 我们往前推 两个时间节点来看看 即1901年 1901年时 中国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人民留一半的应召呢 1901年 直光绪27年 新丑条约签订 当时中国人口 4亿26447325人 1902年的人口记录 按梁启超创办的 1902年7月19日出版的 《新民众报》第12号报道 中国当时人口 共减少850万人口 虽然不至于损失一半 但850万的人口 也是数量极大的 那么 1901年的中国 还发生了什么呢 按在1901年 《一个帝国的背影》 一书中描述 1901年的大清帝国 尽献皮态 政府和民众在屈辱和混沌中挣扎 1901年前后的《世纪之交》 是中华民族5000余年历史中 最为恐怖 最为悲伤 最令人痛心的年代 他描述 成批成批的义和团农民 像庄稼一样 倒在八国联军的枪下 直到薪酬条约的 4.5亿两白银的赔款 让多少百姓把命给垫上 如果说时间是轮回的 60年一轮回 如今已到60年之后的2021年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再看回蛇刀人 最近一次蛇刀人出现 是在2020年的2月 这次蛇刀人讲了这么两句话 等到大米35元一斤 日工60块钱的时候 再回来收钱 而蛇刀人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2020年的10月22日 中国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城南 出现了一位蛇刀人 说两把菜刀138元 当年不收钱 明年才收钱 有人解读说 蛇刀人的意思是指 如果明年活着就给钱 如果人没了就没了 也有人解读说 蛇刀人的意思是指 如果明年还活着 等着他来收钱的人 都是急了大德的人 以往蛇刀人的趁雨时间 跨度很大 往往都是长达十年 甚至数十年 但是到2020年就很特别 直接就指向了隔年 也就是2021年 蛇刀人9月将重返台湾 届时会发生什么呢 是霍氏福马上就知道了 2021年之后的日子 究竟还会发生什么 是否真会像预言说的那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所有的灾难背后 都是由天灾和人祸 一起造成的 天灾我们无法改变 那么人类就必须看向自己 无论是蛇刀人 还是地母经 所有的预言 都更像是一个警钟 告诫人们要善待自然 要善待人类 大家和谐相处 更能共创幸福 人类必须敬畏自然 自然也会善待人类 正所谓 世间万物 都逃不过因果报应 善因得善果 希望人类经过这次大难 可以好自为之 愿有缘的人们 能在我的视频中 好好的体会其中的佛法异地 使自己的修行 日日尽异 南无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